我想要成為一名可以活躍於世界的二傳手 而不僅僅是站在場上比賽而已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今天的排球人物字也來和大家聊聊 現今日本男子國家代表隊的當家二傳手 關田成大 從國小、國中、高中、再到大學 學生時期的每個階段 關田都拿過全國冠軍 不僅如此 在大學畢業後就成為了職業選手 並且入選國家隊 如此結束的經歷 很難讓人想像他是一位身高只有175公分的球員 關田也向大家證明了 排球並不是高個子的專屬運動 接下來就來大家認識 主要回耀於日本排球界的小巨人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於排球運動的人事物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關田成大 1993年11月20日出生 今年27歲 身高175公分 體重73公斤 打的位置是二傳手 扣球高度可達320公分 擾網高度則有305公分 他現在效力於日本V1聯盟的大阪開闊者 也是這次東京奧運男子國家排球代表隊的成員 關田出生於日本東京都的江東區 由於這個地方的運河以及橋樑眾多 所以有水彩都市的美城 受到姊姊的影響 關田從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接觸排球 不僅如此 他還參加了游泳課程 可以說是一位運動兒童 而到了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幫忙媽媽希望他可以專注在一項運動就好 於是關田選擇了當時自己最喜歡的排球 他就讀的學校就是中志台小學 所屬球隊的名稱為東京丁海離隊 這是一支當地非常著名且厲害的小學球隊 曾經數次奪下全國大賽的冠軍 這裡培養出鬚鬚鬥優秀的排球選手 例如現在在日本V1女排聯盟打球的場內美盒子 和大多數喜歡帥氣扣球的小球員不同 關田最喜歡的排球技術是接球 他在小學的這段期間幾乎每個位置都有打過 小1的時候主要負責接球 小5的時候打了4二傳手 而小6則轉為攻擊手 東京丁海離隊的訓練非常嚴苛 畢週需要練習六天 這對於當時還只是小學生的關田來說 既辛苦又不有趣 但努力的付出總是會有收穫的 關田最後也和自己的隊友們獲得了全國大賽的冠軍 這個成就感是非常強烈的 只要親身體會過一次就永生難忘 就像是吃了一頓美食之後 大多數人都會想要再吃第二次 這也讓關田更加確信 排球是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小學畢業後 他進入了當地的駿台學員就讀 這也是一所排球實力非常強勁的學校 在關田入學之前 就已經是全國大賽的常客 因此競爭非常激烈 就連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打排球 且拿過全國冠軍的關田 在一開始也只能當個撿球員 不過最讓他不適應的 是球隊中嚴謹的學弟學長制度 在小學的時候 不論年齡的長幼 關田都把隊友當成是自己的朋友對待 但到了國中 在面對學長時 他總是被告知要使用禁語 這讓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不過這並不足以教習 關田對排球的熱愛 以及對於進步的渴望 經過了一年的努力 喜歡接球的關田在二年級的時候 成為了一名自由球員 而軍台國中在這一年拿到了全國第三名的成績 從第三年開始 各項能力都非常優秀的關田 成為了隊伍上的隊長 以及先發二傳手 並且在那一年 他們拿下了全國大賽的冠軍 另一方面 在2008年 他只是初中三年級的關田 觀看了北京奧運 排球項目最後一輪的資格賽 他被當時電視上球員們奮鬥的精神給震驚到了 於是 關田給自己定下了一個遠大的目標 那就是在未來成為日本國家隊的一員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他的第一步是在高中的時候 進入實力堅強的排球學校就讀 並且努力成為全日本當中最好的球隊 在畢業之際 關田收到了許多高中排球名校的入學邀請 而他最後選擇了千代田區的東陽高中 除了是因為東陽本身就是一所實力部署的排球名門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比自己大一歲的兒子玩伴 柳田降養 邀請自己到那裡和他一起打球 球方的父母很早就互相認識 關田只是從小學的時候 就和柳田成為了好朋友 除此之外 關田覺得和柳田相處起來非常的舒適 柳田不會因為比自己還要年長 就擺出學長的價值 高一時期的關田就以先發二傳手的身份參加了比賽 並在2010年3月的春高 和當時的王牌兼隊長的柳田一路過關斬將 並在最後的決賽 戰勝了來自熊本的強敵 正希高中取得了最後的冠軍 在2010年以前 春高是在3月份舉行 通常只會有1、2年級的學生參加 但從2011年開始 春高改為每年的1月份舉辦 所以3年級生也可以參賽 這表示關田可以再次吸手柳田 挑戰第二座冠軍獎盃 2011年的春高 東洋高中在比賽開始之前 就是一隻備受矚目的衛冕冠軍 然而 他們在準決賽1比3敗給了去年擊敗過的正希高中 隔年 以柳田為首的3年級生畢業 關田成為著新一任的隊長 為了填補球隊因為主力選手隱退而產生的實力斷層 並且再次成為日本第一 關田努力為球隊規劃最適合的訓練菜單 不幸的是 由於2012年 東日本發生了大地震 輪流停電的措施 加上體育館的使用限制 關田所在的球隊 被迫每天只能約有一個小時的練習時間 這樣的訓練時數 對於競爭技藝的高中排球來說 顯然是不足夠的 這也成為了關田沒能在東洋的最後一年 打出好成績的原因之一 對於這件事情 關田感到相當的遺憾 但他並沒有消沉太久 很快就把目光放到下一個階段 他發誓 一定要在大學的時候再次成為日本第一 為此 關田選擇進入到中央大學就讀 經過評估與分析 他認為這所大學的排球隊的實力 是當時日本大專聯賽中最強的 在進入大學的第一年 關田就披上了U21日本國家青年隊的戰袍 他以隊長的身份 帶領球隊在2012年的亞洲青年錦標賽中 為國家抱回了一面金牌 而關田自己則是獲得了最有價值球員的獎項 殘而 這個時期的關田也面臨到了幾個必須要克服的課題 首先是體格瘦肉的問題 直到高中為止 關田都很少進行重量訓練 基本上都是沿用初中時期教練給的菜單在進行練習的 但隨著比賽層級的提升 對於身體素質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好在中央大學在培訓方面的經驗、資源以及環境 都是最頂級的 在松永教練的指導之下 關田的體格獲得了飛躍性的成長 他曾經回憶到 自己在進入大學之後 打球的風格以及身體一下子就更接近成年的選手 再來是溝通方面的問題 儘管關田在大一的時候就成為了隊伍上的主力球員 但對於個性內向且不太喜歡備份制度的關田來說 溝通是一個大難題 而傳手是隊伍中的司令塔 能否和隊友良好的溝通 將會直接影響整支球隊的表現 而大學這個階段 比國中、高中多了一個年級 這讓溝通的難度增加了不少 不過既然目標設定在日本第一 那這勢必是得要跨越的障礙 要讓內向的自己一下子就變得善於社交 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關田採取著循序漸進的方式 顯然是一點一點的和比較容易交談的學長達好關係 而這個方法非常有效 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與隊友之間的情感越來越緊密 關田甚至在大四的時候被推舉成為了球隊的隊長 有趣的是在2014以及2015年 也就是關田大三大四的時候 他還與小志吉兩屆的石川右溪 一起征戰過日本大專聯賽 兩人也在那個階段培養出了不錯的友誼以及默契 而在這兩年 中大的排球隊都獲得了全國冠軍 關田個人則是拿到了兩個最佳二傳 以及一個最有價值球員 領著輝煌的戰績 2015年的12月 即將從大學畢業的關田 宣布加入日本B1聯盟的鬆夏黑豹隊 並預計將於隔年的4月開始為球隊效力 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了職業選手 這是許多球員夢寐以求的目標 然而 存在著關田的是新一輪的巨大挑戰 儘管學生實習打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耀眼成績 也在2016年的時候入選國家隊 但當時的鬆夏黑豹 還有一位更資深更強勁的二傳手 升金陰城 成立在2013-2014年的賽季拿到了最佳新能獎 並在2015年的雅錦賽 以最佳二傳手的身份為日本貢獻了一面金牌 在這位大前輩的光環之下 關田的上漲時間被大大的限縮 幾乎不到升金的一半 這對於一直以日本第一為目標的關田來說 實在是難以接受 為了突破這個瓶頸 關田選擇做出改變 在效力球隊三個賽季之後 他決定轉戰到願意給他更多上場機會的酒井開拓者 從結果來看,這個決定無疑是明智的 轉戰後的上場時間幾乎是過去的兩倍以上 在入隊的第一個賽季 關田就上場了31場共110局 他過去在鬆夏黑豹的三個賽季加總起來 也才144局而已 充分的上場時間讓關田更有機會證明自己的實力 他也在之後站穩的國家隊先發二傳手的位置 在2018年的FIVB世錦賽 以及2019年的FIVB世界盃 關田都是先發上場 他充分爬環出日本隊各路攻擊手的特點 不斷為隊伍創造佳擊 日本能在2019年的FIVB世界盃拿下第四名 關田絕對功不可沒 而在這次的東京奧運 關田也以先發二傳手的身份代表國家出賽 不過有一點比較可惜 因為疫情導致賽事的延後 成員的名單產生了變化 關田無法和自己的兒子玩伴 兼高中戰友的柳田 一起征戰這個運動賽事的最高電塔 另一方面 即管關田已經用自己的實力及成績證明了 自己是一位能夠接下國家隊先發二傳手的位置的人 但外界仍然還是一直存在著 質疑他的聲浪 其中最常被拿來討論的一點 就是他的身高 雖然舉球注重的是配球以及技術 所以身高比較沒有那麼要求 但發球以及籃網也是二傳手的任務之一 針對這一點 關田自己比任何人都還要清楚 既然身高不足 那就用彈跳力、技巧以及精準的觀察力來彌補 仔細想想 175能夠跳跳320公分 真的是有點誇張 這已經是可以灌到籃的等級了 如果在比賽中認為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的球員而束褲大意 那可是要付出代價的 即使面對的是比自己還要高大的外國球員 關田也有能力利用籃網給對手施加壓力 而在發球方面 關田的發球充滿了策略以及變化 他很擅長觀察對手的防守站位 以及用球速來壓制 他更專注於把球發在對的位置上 有時候是一技快速發球 而有的時候又會突然來一顆瞄準防守漏洞 卻有速度差的慢短球 在2021年的B&L 關田總共發了100球 僅僅只有12顆15 其中4個S球的數量排名日本第三 僅次於高球籃的7顆 以及磁川右肌的9顆 提一個最近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球 在這次東京奧運第一週的第一場比賽 日本對戰委內瑞拉 一開始日本的球員似乎有點緊張 比分一度落後 但在中盤的時候 關田直接發出了一技砸在後場的無接觸S球 在此之後 日本對士氣大政 直接逆轉比分收下比賽 最後以3比0擊敗對手拿下首勝 我想要成為一名可以回饒於世界的二傳手 而不僅僅是站在場上比賽而已 這是關田對自己的期許 同時也是正在實踐的目標 或許是我自己的身高也不是很高的關係 我一直都很欣賞那些 在有身高就有優勢的運動項目裡 攪出亮眼成績的矮鴿子選手 每當看見他們在場上奮鬥的樣貌 我都會受到莫大的鼓舞 就好像是在對著我說,請提子抱怨 然後又努力克服一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各位最喜歡的二傳手是哪一位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我爆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